尼古拉·卡爾達瑟夫是蘇聯的一名物理學家 他之所以廣為人知 是因為他把可能的宇宙文明分成三個等級 他是按什麼來分的呢 就是按這個文明對能量的利用來分的 第一等級的文明是 能夠把自己生活的行星上的能量全部利用 而第三個等級則是 能夠全部使用像銀河系這種巨大的行星的能量 能夠全使用像銀河系這種巨大的行星的能量 當然這種僅僅以能量的應用來封印的能力 在劃定文明的等級的方法 它有一定的不合理的地方 可能有更高等級的一些文明 它具備一些更高的能力 比如說它有可能對宇宙最基本的常數 最基本的規律進行改變 至於說這種劃分以後 是不是還有一些更全面的劃分 我相信也會有的 不一定的